东江青海公园啊 其实这上面建的还可以啊 挺漂亮的 只说就是这个海啊 海的颜色实在是 实在是太浑了 然后这下边关键都是大片的那种礁石 还有一个那个水泥的一个坝 这海这个景你就甭想吧 但是还是可以啊 还是能接受 毕竟进啊 好 今天我们自驾去天津 变暗新区的东江港啊 一日游一日游啊 最近家里边老有点 老有点事现在也出不去 所以呢就我们就当天来回 想看海了就当天来回啊 这是离北京最近的一片海啊 北京到青黄岛是271 不到300公里 你要住在东边的话 你要住在什么延庆什么的 房山那那就更远了 当然这边是160多公里啊 160多公里 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了 全程高速 进阶段高速 下高速基本上就到了 所以路上还是挺省事 好 那我们去看看 进了天津快到滨海这个区域啊 就路上就会经过这一排一排 这种大的风车啊 巨大的风车 风力反点 好像现在中国海边都爱见这个啊 然后转起来还是挺漂亮的 特别是那路特别直 然后正对着那个风车的时候 它好像就是这条路 就开向那个风车一样啊 画面还挺美的 路上还会经过 天津港的一些彩色的集装箱啊 特别用标志性啊 挺有意思的 躲得整整机器 这脚底也不太好走啊 这冰也太不结实了 雪泥 一踩就是画的雪泥 哎呦哈 走那个大坝上 橡胶坝上啊 哎呦我去 这这完全是 这一踩 这鞋就没了 哇 冬江港第二年的时候 在天津工作的时候 这边刚来 来过啊 第一次来 呃 特别荒凌 现在是 好多的那个高楼大厦 去找我 这居民这边也好多了 玩 唉 肯德基没开啊 币电通知 和 什么哦 这是季节性的餐厅啊 哎呦我的天 nice 再一会儿脸都动漠了 头发也都吹乱了 看来这个海峰真的太凉了 其实真的冷到不特别冷 现在应该是零度左右 但是这个海峰吹到脸上 太凉了 太冷了 这边那海边那可能地也都不开 然后地也真的 都不开了 我觉得这个现在 这跟代理路的 这样子要开的话 就应该是我们的就往下 往右边找到 往右边找到 就是找标识 要不要去找一个 好 现在这个海就开完了 哎呦转了半天啊 这条街全关着的 可能就说初六 初六初七的就开了 哎呀我们就买了一包这个 华莱士 这华莱士他们家 就他们一家这边开着了 其他的都没开着 那边还开着一个拉面 前面一个拉面开 那边就全都把握在那里 简单站了 行 看我们多点点能过去吧 我们特别跨下车刚才开单过来 这就是跟队车走队路线 那条道特别少人 然后前面那个都是没有检查 直接抬高过的那种 应该就是通信特量 行 但我们今天一看就差不多就结束了 回家就收了